那是耶稣对他的门徒门说 你们听这个杀种者的比喻吧 有人听了天国的话却不明白 魔鬼变来把杀在他心里的话奪去了 这事指落在路旁的种子 杀在石地里的种子 是指人听了者话 立刻欢喜地接受 但因为没有根 就不能持久 一旦因者话遇上困难 或受到迫害 便立刻跌倒放弃 杀在荆棘里的种子 是指人听了者话 却迷戀财富 为生活烦忧 使者话窒息了 没有结出果实 杀在好地里的种子 是指人听了者话 而领悟能结果实 获得一百倍的 六十倍的 三十倍的收成